四次被评为新中国劳模 九次进到毛泽东主席 十六次进京光丽 多次受到周恩来 邓小平等 党和国家领导人的亲切接见 他就是中国农村的传奇人物 史莱赫 一位普通农民 如何将一个人际罕至的寻村庄 变成如今的中原首富村 敬请收看国家记忆 永不过时的劳模精神 1957年的11月 北京中南海小礼堂里 出席中国棉花工作会的代表们 各个宁神静气 他们在等待着一位领导人的到来 他就是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总理 周恩来 总理步入会堂 与各位代表们一一握手之后 慈祥的目光便落在了一位 年轻农民的身上 只见总理来到年轻农民的面前 亲切地与他交谈了起来 那么这位年轻农民究竟是谁呢 他为什么能够吸引起周恩来总理的如此重视呢 这位年轻农民名叫史莱赫 1930年出生于河南省新乡市的刘庄村 在这次棉花工作会议中 史莱赫只有27岁 是众多代表中最年轻的一位 就在出席此次会议之前 史莱赫做了一件震惊中南海的大事 原来1957年秋天 刘庄村在史莱赫的带领下 种植了1250亩棉花 平均每亩地产皮棉55.75公斤 对于今天的中国来讲 这一数字并不算高 但是在生产力水平还很低的年代 这一数字却实属罕见 因此在这次棉花会议上 周恩来总理对史莱赫 寄予了这样的嘱托 高产再高产 彻底改变贫困面貌 给中国其他省市树立榜样 在此之前 史莱赫所在的刘庄村 又是怎样的一番景象呢 说起河南省新乡县的刘庄村 就坐落在玉北黄河故道之上 解放前的刘庄 人穷地穷村子穷 当时流传着这样的一首民谣 说 方元十里乡最穷属刘庄 丰年吃康菜 欠年去逃荒 名为住人村 实为藏鬼庄 就是这样的一个 急吐贫困的村子 那么史莱赫究竟是如何 改变他的面貌呢 1937年抗日战争全面爆发 为了阻挡日军 花园后广河大堤被炸开 中原成为一片汪洋 89万人被淹死 无数百姓流离失所 到了1942年 一场大旱袭击河南 绿色全无 秋凉绝收 古老的河南大地哀鸿遍野 赤地千里 正值少年的史莱赫 从这场浩劫中 侥幸存活下来 就在这场大灾中 最疼爱史莱赫的 书哥悲惨去世 1945年9月3日 中国人民抗日战争 取得全面胜利 抗日战争结束后不久 驻守河南的国民党军 行征爆裂 牛庄百姓的生活 依然困苦不堪 史莱赫暗暗发誓 要让自己和刘庄人 从苦难中解脱出来 过上好日子 1947年10月 处于地下的中共新乡县北 派人进入刘庄 发动群众 建立革命政权 听说共产党 是为穷苦人打天下的 年少气生的史莱赫 按捺不住内心的激动 第一个报名 作为民兵在预备战役支援前线 62岁的史氏领是史莱赫的长子 小时候他经常听父亲 回忆起这段往事 我父亲一个大灾荒的冲击 一个整体的解放 这个与北战役的过程 他想让整体的老百姓 想要真正地服役起来 所以说看到自由中共共产党 才能把老百姓说 从谁是否让中共解放出来 在这个状况下 参加这么多活动 这么多状况下 我想他在他的心目中 就会已经神经砸了 1949年10月1日 新中国刚刚成立 当时的统计数字显示 中国总人口5.49亿 其中80%都为农业人口 那时的中国耕地面积是 14亿6900万亩 稻谷 小麦 杂粮产量加在一起 粮食从产量 还不到1050亿公斤 这些数字 让毛泽东主席不敢交往 如何才能提高农业生产水平 解决农民的温饱问题 1952年的12月 年仅21岁的史莱赫 当选为刘庄村的党支部书记 挑起了带领全村人 至穷至富的重担 从任村支书的那一天起 他就给自己立下了一个誓言 那就是跟党走 拔掉穷根子 让老百姓能过上好日子 但是在他的心里 也压了一块石头 那就是这穷根子 究竟该从哪儿挖起呢 多年的天灾人祸 当时的刘庄可谓满目创意 1953年春天 随着土地改革运动的结束 农民真正获得了解放 虽然农民有了自己的土地 但是由于缺乏牲畜和生产工具 农民很难完成农业生产的全过程 为了避免农业生产中断 在中国政府的倡导下 农民需要进行互助合作 为了办好互助组 史莱赫把自己的一头牛 一张梨 一盘爬等生产工具 全部拿了出来 支援组内其他成员 史莱赫也因此增长了才干 并得到村干部和村民们的强烈支持 从1950年至1953年 上级党组织曾三次调史莱赫 去当国家干部 都想把这个千里马选拔上来 1953年7月的一天晚上 中共新乡四驱区区委书记 史莱赫奉命来找史莱赫谈话 天气燥热难忍 两人便拉了两张尾席 在野外的打卖场上 谈了一夜的心 最终区委书记史莱赫 再一次被史莱赫所说服 史莱赫为什么没有联络到人 就做一个弄命的领导人 他如果发挥最高自己的菜质 还是把自己的病情搞好 高后呢 就在对全国 对其他地方起到滇性死盘作用 1953年12月16日 中共农阳通过了 关于发展农业生产合作社的决议 史莱赫高兴地读着中央文件 他准备带领全村人下地种田 此时一个巨大的困难摆在了他们的面前 在农群的河朝海以后的发展是从土地深藩和水梨化开始的 水梨是农业的名字 这个土地是农民的根子 你喊不能管 老老你有不能排 那喊老就不能报收 所以这个土地凭证啊 应该说是要丰收的时候 首先要解决一个大困难 刘庄地处预备黄河故道 历史上黄河多次改道 给这块1.5平方公里的土地 留下了4条3米多深纵横交错的荒沟 和700多块高低不平的岩解蛙 蛤蟆窝荒地 由于地势第一起潮湿 所以种植的作物很难生长 如何才能解决这个难题呢 于是史莱赫带领全村400多名劳力来到地里 他们扛铁仙 挑挑方 史莱赫推系四五百斤中的小车 一直走在队伍的前列 奋战了数百天 蛤蟆窝地终于被填平 是700多块高低不平的烂土地 平整成4块大方田 有了卧野良田 就有了五股丰登的基础 由于棉花种植在河南省新乡县 自元代就已开始 因此上级要求 刘庄主要种植棉花 那么身处传统产棉军的史莱赫 又担负着怎样的责任呢 61岁的王炳桐 是土生土长的刘庄人 多年来从事河南省新乡县的农业研究 与宣传工作 作为一名刘庄棉花高产时代的见证者 王炳桐有着深刻的体会 棉花可以仿线 可以织布 可以供需解决人们的穿衣问题 武器弹药啊 里边也有棉花 研制出来的一些 部队的穿衣啊 也得保障 国防建设 所以说棉花在全国当时的那个位置 是非常重要的 1955年中国的棉花平均亩产 仅有17.55公斤 老百姓只能用布票买布穿衣 一个人全年发的布票 还不够买一套衣服 此时新中国总理周恩来心急如焚 中国几亿人何时才能吃饱穿暖 中国的棉花产量 何时才能有所提高呢 从济世起 史莱赫就知道 种棉花是刘庄人的主打产业 为了尽快让刘庄人摆脱贫困 史莱赫毅然决定带领刘庄百姓 种植棉花 一直以来 史莱赫都对农业生产 寄予了极大希望 1956年 他引进了棉花新品种 投入了新疆植棉经验 并且把棉子全部都剥了下去 而这一年 小麦的长势也是非常的好 颗粒饱满 可以说 此时史莱赫和刘庄人 都已经做好了夺取 良棉双丰收的一切准备 因为按照正常年纪 今年必是丰收在齐了 可是谁也没有想到 天又不测风云 一场突如其来的灾难 使得这一切化为了泡云 那么究竟 刘庄发生了什么呢 此时的刘庄 黑云铺天改地 电闪雷鸣 暴雨瞬间垂落 天野里倾落下千万条瀑布 一夜之间 路上的水磨过了膝盖 正在睡梦中的史莱赫 被自家茅屋顶 滴下的水灵行 此时他已经顾不上 解决自家房屋漏雨的问题 心里仍然放不下 刘庄的其他村民 他索性赶紧披衣起床 叫上两个干部 到村里各家的房前屋后 去看一看 村民刘树军 回忆起当年史莱赫 去他家探望的情景 内心始终难以忘怀 当时是打鱼下来寄田 叫炼鱼鱼 下寄田寄业以后 我家的房突然倒塌 三年冬冬 范围倒塌 把家具也砸坏完了 我们这么柳根 在场面缺什么方法 天上下的雨放没有了 家具没有了 在这危难时候 危急时候 私主帮助我们把他们放家具 救了我们一家 救助完村民 石莱赫带着大家来到了田里 眼前的一切让村民们惊呆了 满意的雨水淹没了整片田地 只见几天前还绿油油的麦田和棉花地 全部成了一片汪洋 村民们一年的汗水和心血就这样复制东流 村里村外乱作一团 有人退出书籍社 有人准备外出逃荒 第二天一早 史莱赫就在村里召开群众大会 大会上史莱赫边讲边吊泪 下边的社员也听得热泪盈眶 他向刘庄村所有父老乡亲打宝票 哪怕是吃糠宴菜 也会和全村父老乡亲一起 共同度过这段苦日子 听了史莱赫这番话 原来以打点好行装 准备外出谋生的村民们 放进了铺盖卷 决心跟着史莱赫 投入到轰轰烈烈的生产自救中 丘庄家被淹死 晚丘种不上 史莱赫就发动群众 在湿地上种白菜 满井和胡萝卜 他还组织社员烧砖瓦 由于留庄的土 粘性好 是烧砖瓦的上等泥彩 史莱赫带领劳力挖泥采泥 请烧窑工作砖 烧成砖瓦出售 一时间每天到留庄窑场 等着拉货的地排车 排成长龙 除此之外还建立割草队 开豆腐房 搞短途运输 到年底仅副业收入 就达1.7万元 大灾之年 史莱赫通过自力更生 不仅带领村民们渡过了难关 而且让村民们看到了 集体经济的优越性 刘庄人的心 也紧紧地凝聚在了一起 种植棉花是一个艰难的过程 即使困难重重 史莱赫依然不愿放弃 他信信只有多种棉花 大力提高棉花产量 刘庄人才能真正地富裕起来 1957年 村党支部决定成立由史莱赫 王建民 以及仲田能手组成的 三结合科研组 并且专门为他们画出了 八亩地 作为棉花试验田 1957年 春天 史莱赫便带领着社员们 在棉田里 盖起了一间简陋的小屋 这间屋子呢 就是当年史莱赫所居住的 棉田试验小屋了 当时大地里的冰雪 还没有消融 寒气逼人 小屋的墙壁上 刚抹着稀泥 也在滴着水 而史莱赫早已经顾不得这些 它往洞土上摊开了一层麦街 把铺盖卷就放在上 便从此开始了 科学重年的艰难岁月 那么当年的棉田小屋 还会留有一丝印记吗 我们跟随史莱赫的儿子史士林 来到一处田地 这一块地方 就是当年我父亲 搞棉花研究 就在这地方待了八年时间 当时改那个检疫棚子 就是这个酒地取材的 缠一点埋迹 把这个进行整体 累起来的一个小屋子 要改了八年时间 史莱赫努力学习新技术 他白天下地劳动 晚上还要和三杰和科研组的人们 一起坐在《棉田小屋》里 听技术员讲课 晚上学完 白天就拿到实验田里去实践 从播种到栽培 每一步都采用新的技术 一段时间过后 平整一些的土地上 正是由于科学密质 正呈现出一片从未有过的绿意 史莱赫毫不犹豫地调动起全村的重年热情 看着棉株不错的展示 史莱赫的内心充满希望 常言道福不双将 祸不甘心 一九五七年年底 由于连日的降雨 虫害承虚而入 虫子当时多到一个人 就能捉到上千多条 所以再次造成了大面积的棉花减产 这一次 刘庄仁真的是彻底绝望了 每到烈日炎炎的中午 村民们总会在饰演田里 看到一个熟悉的身影 这个人就是史莱赫 有时它干脆趴在棉地里 一趴就是几个小时 眼睛盯着棉株 看那些小小的棉鳞虫 在灼热阳光下的活动情况 以便对症下药 根治棉鳞虫 提起与史莱赫一起种植棉花的艰苦岁月 77岁的村民张秀珍仍然印象深刻 有一次下大雨 下大雨它个地观察了大半天 从早上的三公八点 到下午的三四点的日头都写过来了 太个地了 个地很个人 很久了 罕见很多个人 跟人说老师 你是坐下来 这人个人才不太冷 太冷说能够上给陪着我 别给农面 一辆的陪着也不重 我曾经当了一辆高手 三十九度多 这不容易啊 所以你回家吧 这看着太高了 这刷手了 不走 我到观念所不能走 我已经观察出来的东西都不能走 功夫不负有心人 经过长时间对大自然的细心观察 史莱赫发现 棉虫喜欢往柳树上跑 于是通过用柳树枝 吸引蛾虫的物理病虫害防止法 再结合农药的喷洒 最终是中海得以控制 一些殖民专家听了史莱赫的介绍 到刘庄进行考察后 非常高兴地说 由史莱赫带领的三杰和科研组的这一发现 对于中国棉花增产 具有非常重要的意义 同时也为棉花大面积高产 做出出出出出贡献 熬过了无数个不眠之夜 克服了重重困难 终于换来千亩棉田的高产 刘庄获得了前所未有的大丰收 最终产量是当年中国平均产量的三倍 刘庄提前十年达到了中央要求的 无产皮棉的最高指标 如此惊人的数字 让刘庄成立十周年国庆观影活动 并被评选为全国劳动模范 再次受到毛泽东 刘少奇 周恩来等 党和国家领导人的亲切接见 史莱赫通过棉花高产改变了刘庄的面貌 这一消息不仅震惊了中国 也轰动了世界 从此来刘庄参观的人越来越多 人们带着神秘感而来 是什么奇特的力量 使这个昔日的残鬼庄 只用了十来个春秋 就变成了今日的副刘庄 二十世纪六十年代 史莱赫大力发展畜牧业 建成了具有一定规模的畜牧厂 成为全村发展商品经济的突破口 二十世纪七十年代 刘庄村成功研制了拖拉机上的小喇叭 畅销中国各地 为机械厂的发展奠定了基础 二十世纪八十年代 刘庄村建立了生产规模最大的华兴药厂 为刘庄工农业生产注入了新的活力 美国记者戴毕多五次来刘庄考察访问 在他心目中 史莱赫是个了不起的英雄 他希望中国农村干部 都能像史莱赫一样 为群众办好事 带领群众脱贫致富 我们找到了一段采访录像 这位走南闯北的著名艺术家 谈起史莱赫 仍然印象深刻 他没有什么区别 是个农民打扮 见着人也十分热情 满嘴河南话 来啦来啦来啦 欢迎欢迎 都是这样的 你从外表上看不出来他的特殊工农 可是相隔了十几年再和史莱赫同志去接触 感觉到他从形象上来讲 史莱赫喜欢和村民们一起劳动 每天下班在路边坐下 与村里的男女老少有说有笑的聊天 是他最踏实最幸福的时光 全村一千六百多口人 史莱赫至少能叫出一千个人的名字 八十一了吗 八十二了 活到一百岁 你不在呢 活一百岁了 你有钱呀 我一一扛一扛 这还能扛一扛 这都像孤单那样的伍伍 这呢 好 老师 哎呀 你给他几个人啊 给他几个人啊 给他几个人啊 你身体永远健康 活一百岁 活一百岁 这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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都健康 好 这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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几十年来 谁家日子比较困难 史莱赫都会过去拉一把 62岁的刘俊荣 是史莱赫纪念馆的一名讲解员 退休前 他曾与史莱赫共同工作了14年 想起史莱赫对他家的种种恩情 他始终泪流满面 难以忘怀 我来日寻找别 老李洛亲子 去跟他说 叫他赶紧去检查 检查罢以后 我知道上午十六点多了 老夫妻欠自行车全家了 随时就从他不得里头 找出来老夫妻是 七七年代的心脏病人 累累了的 都给油啊 好菜 给人来人 交代他 你咋吃 啥时候吃 老夫妻为了啥呀 他就是为了说 他是个共产党员 一辈子他都说 他八两件事 一是 教育安留房人 分共产当中 二是 把老百姓 引导 父母 今天的刘庄 一排排居民楼房 整齐画一 现代化 智能化的四层别墅 也已经拔地而起 到2000年底 刘庄村 已经拥有固定资产 十亿元 村民们的月收入 也已经超过了三千元 刘庄村 已是远近闻名的 中原首富村 从担任刘庄党支部书记 到离开这个岗位 五十多年时间 史莱赫带领刘庄的干部群众 把当年的长工村 藏鬼庄 建成了富裕的新农村 史莱赫 这样一位 普通的基层农村干部 用生命完成了自己的誓言 在刘庄 在新乡 在河南 在整个中国 人们将永远记住 这位普通农民的名字 史莱赫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